美国是三年前开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现在三年过去了 根据美国目的公司的报告 贸易战加征的关税 大约只有7.6%的关税是中国企业承担的 其余90%多的关税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的 疫情爆发之后美国拼命印钞票 但中国不当键盘下 所以美国印钱之后危机转嫁不出去 只要中国不当键盘下 美国捡不到太多的羊毛 结果是美国国内一路通货膨胀 贫富风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坦率地讲今天只有美国向中国求助 也只有中国能够帮助美国 其他国家确实帮助不了多少 比方说日本 它虽然也有不少美元 但是它自己是一个债务深重的国家 国内债务很大 欧洲国家经济线自古不暇 其他国家都没有势力解决 美国这么大的缺口 但美国一方面要中国帮忙 另一方面又拉不下脸 还要居高临下地训斥中国 最后好不容易有了一场天津会谈 中国又给它画了三条红线 两张清单 贸易战的恶果 只能让美国自己去承担 当然既然是这个贸易战 中方也有一点损失 但中国疫情防空跟美国相比是好得太多了 世界订单和资金都往中国跑 包括美国的资金也在往中国跑 尽管我们的产品已经加价 美国企业还在拼命购买中国商品 但中美贸易的顺差自然还是大幅度的增加 另外美国还在打香港派 但中国采取釜底抽薪的方法 通过港区国安法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 结果这港独势力速到胡孙山 被一锤打回言行 根本就不堪一击 美国议长佩洛西还称香港的暴乱 是一条靓丽的风景线 结果这套风景线后来居然出现 他自己的美国国会的办公室 比较香港警察美国警察平息暴乱 香港警察真的是克制的多 专业的多 美国国会通过这么多涉港决议 但中国的反制绝不手软 就在天津会议开始前三天 也就7月23号 我们首次动用了刚刚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 对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等 七个美方人员和尸体进行制裁 我想这也是就是美国第一次尝试到了 正式谈判之前被其他国家制裁的滋味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然美国又打新疆派 但新疆我多次讲过 方方面面做的比美国好多了 新疆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发生爆控事件了 新疆接待了一年就是两亿多人次的游客 创立是知罪啊 今年甚至会更多的游客 但今年现在突然就是又爆发了一些疫情 否则是要超过19年两亿多人次的 今年恐怕也不会太少 但是不一定完全会超过 取决我们这个国内疫情防控的进一步的发展 与美国相比 美国的情况是反恐反恐 越反越恐 我多次讲过 小布什在9.1之后 发动了这个愚蠢的 所谓全球反恐战争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等 这个战争持续了20年了 战火骗及了十多个国家 但是据美国布朗大学统计 20年间 八十余万人被杀 三千七百多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可以说创造了二次大战以来 最多的人间悲剧 所以坦率讲 新疆牌 我看它没什么好打的 我看不久前 连这个加拿大参议院 都否决了一个涉疆的提案 也就是说 在西方内部 恐怕也开始有更多的人意识到 他们对新疆这个造谣 污蔑是离谱的太厉害了 那美国还在打科技派 华为是受到了一些损失 但还是顶住了 而美国的芯片企业 却有点顶不住了 美国芯片企业 一个又一个的 面临政府的行政令 一个又一个的 政府公布的黑名单 结果打乱了 这个全球的供应链 造成了世界范围内 芯片的短缺 而美国呢 仍然在5G等领域 还是步履艰难 没有什么进展 而美国发动科技战 倒是坚定了中国上下一制 全国一制的这种决心 我们不再犹豫了 我们坚定走上了科技自主创新的道路 我一直讲 美国封锁什么 中国最终就能生产什么 而且还会有中国的独门绝技 最近我们航天工业 这个捷报频传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完全被美国封锁的 封锁是最严密的 结果我们不久前上火星转了转 上月球转了转 最近还通过神州号飞船建了太空站 二十多国家已经申请 与我们的太空站进行合作 美国也申请了 但我们说你那个项目 你那个申请是不够格的 所以想最终这个科技战 为科技战后悔 也将是美国 不是中国 剩下的美国还有什么牌可以打 现在还有个疫情的溯源牌 去年特朗普就做一个中国病毒 又一个中国病毒 但没能把中国怎么样 今天拜登内外交控 美国疫情又卷阻重来 所以他像特朗普一样 也开始要拼命地转移 美国公众的注意力 所以他也开始拾起特朗普的遗产 继续要散布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 甚至要求情报部门 90天内拿出结论来 好在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今年6月15号 美国NIH这个负责人就表示 证据显示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 已经在美国传播 而且现在已经有2500多万中国人 在网上签名 要求美国开放 得保这个实验室 供世界卫生组织调查 中国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 也就是立即调查那些病毒 比中国出现更早的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我想这样的理性的呼声 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的重视 美国还会打各种各样的牌 但没什么了不起的 兵来将党 水来土验 大的趋势是美国对中国 一种无可奈何滑落去的状况 他甩锅中国 抹黑新疆 搞乱香港 都急不得人心 反而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而且你看他对新疆造了这么多谣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穆斯林国家 支持美国的立场 在其他方面 美国也不会成功 最终我想更多是自取其辱 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